新装备,种多变动,或许会带来战局的关键性变化 新装备不朽盾弓,兼具攻击力、暴击率、攻击速度等效果 其被动的保命护盾及吸血效果,或许会为物理输出英雄注入一剂生存能力强星剂 新装备收集者,拥有高额的攻击力和暴击率 其被动的护甲穿透及处决效果,也将改变召唤师们对输出装备的选择 幻影之五,由此前偏向生存的装备,改为更能体现操作技巧的输出装 此前幻影之五的保命护盾效果,被新装备不朽盾弓吸收 新的幻影之五,将额外提供攻击力加成,普攻还能提供移速加成 多次普攻后,将增加英雄的攻击速度 由魔宗升级后的魔切,也迎来了调整 新版本中,召唤师使用魔切对英雄进行普攻 会消耗一定百分比的当前法力值,以造成法力消耗的物理伤害 对英雄使用技能除消耗更多当前法力值来造成法力消耗的伤害外 还会附带额外物理伤害 罗翠之联的被动效果也迎来了调整 新版本中,会基于暴击率强化下一次伤害性技能和强化攻击 武功可减少触发该效果的冷却时间 纳石之牙的法术强度效果,变更为自适应属性 使其从法术装备,一跃成了同样能为物理输出英雄使用的利刃 在新版本中,新装备与调整装备在备战及商店页获得相应的醒目提示 召唤师点击提示标签,即可查看装备的详细修改内容 攻击装,法术装的调整将为战局带来更多可能性 多个输出装的改动,也能增加英雄在装备选择上的针对性 祝召唤师们在新版本的征程中,旗开得胜,连战连结 还讨 police 最大器 Soft ahlack 2 茄…… 3